前段时间去朋友家做客 看到了他的微缩模型收藏 见我感兴趣 于是他兴致勃勃给我展示了他更多的收藏 在他的介绍里 我也第一次关注到这个微缩世界 原来这么有趣 他的收藏主要以1比64小车为主 也就是完全按照标准尺寸 把物体缩小64倍 但这上面的细节还原度非常令人惊讶 你觉得这个标识是怎么做上去的 直到他跟我说 很多精致的模型都是光固化手工制作的 等等 光固化 我这不是有现成的工具吗 这么好玩的事不得试试 所以这一期我们尝试从零开始DIY一辆1比64的微缩小车 全流程记录下 举下给想尝试的朋友 这些是光固化要用的所有设备 我用的是黑格Reflex系列 制作第一步是把车辆的模型放到光固化的切片软件里 那其他朋友如果想尝试3D打印微缩模型 光固化是当前的首选设备 可以看到它的层高能精确到30微米 打出来的物体表面非常光滑了 连网把模型发给打印机 他就开始工作了 新鲜出炉 第一次拆这么小的模型真怕他断掉 后来发现我想多了 不识点劲已经弄不下来的 用的耗材是黑格的PAWR10 奶油黄色树脂 它刚打出来带点弹性 耐磨抗摔的性能都非常好 所以我能很顺利的完成这个拆模型的步骤 下一步要清理到表面残留的树脂 放到酒精筒里 还好这个筒是带滤网的 不然真怕倒废料的时候连模型给排走了 现在表面还有一点软软的 再放到二次固化箱里 紫外线固化加烘干酒精 OK 现在打印模型的实体就做好了 小细节还挺不赖的 下一步就是打磨细节和喷漆了 按分件给模型喷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结果刚喷第一盘意外就发生了 零件太小了喷漆直接吹飞了 所以都用透明胶油固定了一遍再喷 这轮胎喷完黑漆有点亮 喷个消光漆会更有质感 这组装的时候也得轻柔一点 不然这小东西很容易爆装备 轮毂爆了好几个 最后这做车拨的又卡壳了 咨询了一些群里的朋友 提供了很多方法 不过我还是先用光固化透明材料 来喷光油试一下 能用 但是效果一般 主要是到粘贴的时候 发现应该是这个漆面跟502会有反应 所以这个方案不太行了 抬头一看 哎 哇哈哈这瓶子不就是透明度挺高的塑料吗 于是就用它做了前锋挡 似乎还行 那第一次手搓的1比64小车模型就完成了 总结一下初次制作64比例小车的感受 打印过程不难 难点在合理的拆分模型 而最最难的是后期的上色 做到毫厘之间的色彩控制 才能做出精致的小车 这整个体验了一遍以后 感觉做微缩模型的创作者们 真是非得有点匠人精神在身上 才能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我这也算是初入微缩世界体验了一把 虽然不够精致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沉浸 非常令人享受的 近期我也准备去采访几位专业的微缩模型创作者 去领略一下真正的微缩世界是怎样 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微缩模型创作者 也欢迎分享给我 我看有没有机会去拜访 学习一下各位大佬的工作室 本期这个车辆模型的文件 我也放在简介里 如果想尝试的朋友可以自询 OK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知识一部 后期我会持续分享 更多好玩的科技和创意内容 那咱们下期见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We put the bad in the past Now we alright Hey Lani I got you